好,我们接着来看第六课的第二段 第一段作者说,国际体育比赛只会导致疯狂的仇恨 那在第二段他讲道理的为什么呢 他一一唯唯道来,他给出理由了 他说,Nearly all the sports practice nowadays are competitive 他说几乎所有咱们当前在每天从事的体育运动都是竞争性的 甭管你是打乒乓球,打篮球,踢足球,基本都是竞争性的 这里边别的好说,那个sport既可以泛指体育运动不可数 也可以指具体某一种类的体育运动是可数的 在这当可数是没问题的 他表示具体某一种运动啊 所有的运动都是竞争性的 这个practice这个词咱们看一看 这个词意思很多,他说动词在这不是练习 不是现在练习的运动,而是经常做从事 这个practice呢,有两个评写方式 在本文中是英词评写方式 就是他这个动词呢,变成se 美诗的评写更简单 动词和名词都是se结尾 发音都一样,我们大诗里面 practice practice 英诗呢,名词是se,动词是se 美诗,名词,动词都是se 经常做从事 就是我们经常,现在日常所从事的体育运动 是这个意思 因为他做重词表示经常做从事这个意思 他做名词呢,这个practice 这个英诗美诗评写一样了 他就可以表示习俗或者惯例 我们大家天天都在做这个事 慢慢就成了一个习俗了 大家日常司空见惯的整个惯例 就practice 表示这个意思的时候呢 我们在三册的23课 就是one man's meat is an enemy's poison 里面见过 咱们回顾一下三册23课 他说 on the other hand your stomach would turn an idea of frying potatoes in animal fat the normally accepted practice in many northern countries 他然而在另一方面 那么你一有用冻油炸土豆这个念头 马上胃口就觉得很恶心 很翻味,要吐 而用冻油炸土豆 就是frying potatoes in animal fat 是什么呢,在很多北方国家 是广为接受的一个习俗 一个惯例 这个北方国家指的是北欧国家了 丹麦呀,什么瑞典呢,冰岛啊 因为我们是英国 这个我们学的是英语嘛 英国在欧洲嘛 北方国家就是欧洲的北部了 北欧地区 这是一个习俗惯例 都用冻油炸土豆 而南欧人呢,觉得就难以接受 这是习俗、风俗、惯例 本文中的动词就是日常从事 几乎所有我们现在日常从事体育运动呢 它都是竞争性的 我们的进一步说 这意味着什么呢 它退出了 第二句话说 他说你play就比赛了 比赛是为了取胜 to win是目的壮语了 并且暗暗地引出病的句 这个比赛几乎就没有意义了 在什么情况下呢 我们暗来条件壮语充据 这很简单 除非你竭尽全力去取胜 否则的话比赛就没意义了 总互相让着 哎呀,您先来吧 你先踢吧 你踢个球我躲开 让你去多分吧 这就没意义了 那么竭尽全力 do your utmost to do something 这个固定搭配 咱们可以看一看 这个搭配 do once utmost 有的时候 也可以把第一个do 混成try try once utmost 都可以表达竭尽全力 如果去做某事呢 和我们在家to do就好了 我们它的更简洁的版本 在新更年三册见过 就do或者try once best to do 也是竭尽某人的全力 去做某事 这个atmost 跟这个best都做名词 在这可以替换 进最大努力做某事 我们回顾一下 在三册的29课 就是是否有趣 这颗书 讲病态幽默那颗书 Though the doctor did his best the patient's recovery was slow 尽管医生已经尽了 他最大努力了 但病人的康复 是非常缓慢的 去病如初思 医生已经尽最大努力了 did his best 也可以换成 did his utmost 是一样的 好 那么我们再看 表示尽最大努力做某事 在三册28个 还出现一个更加文奇的搭配 顺便放在一块总结起来 就好记了 叫go to great lengths to do something 这个length 先加teach 后面再加s 用复述 前面叫go to go to great lengths to do 竭尽全力做模式 尽最大努力 使出浑身解数 使出吃奶的力气 都行 咱们回顾三册28个 不买也不卖 这颗书的片段 the man went to great lengths to prove that the diamonds were real 这个男的 卖钻石戒指人 竭尽全力 想证实 这些钻石是真的 不是玻璃弹球 是真钻石 他用它来划玻璃 来证实 竭尽全力做模式 go to great lengths to do 三册28个讲过 还有呢 我们在四册 未来在第13课 会碰到 叫endeavor to do 当然 前面这个or结尾呢 是美式拼写 our结尾的是英式拼写 这个英式拼写呢 our比较麻烦 发音呢 不加卷说音 我们大声来呗 endeavor endeavor 美式呢 就加r之后 这个首先勾回来 这么读 endeavor endeavor 后面都可以加to do 竭尽全力去做模式 也是尽最大努力做模式的 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句子出自 咱们四册的第13课 就是76页第12行 76页的第12行 他这么说 we endeavor to avoid the old romantic idea of a gusher which wastes oil and gas endeavor to do 是竭尽全力了 我们尽最大努力 去避免那些成就的 romantic 我们说了romantic在这儿 不能喷着浪漫的 浪漫的是一男一女 在一块约会 这个叫浪漫 对吧 你这个开采石油 有什么可浪漫的呢 romantic有个重要的派生意 叫impractical 不现实的 脱离实际的 我们要尽最大努力 避免的就是成就的 不切实际的 用喷油井 获取原油的方法 gusher 就喷油井 地下压力太大 打穿之后 这石油像喷泉 咕嘟咕嘟喷出来了 咱们用大盆这么接着 这个倒是很方便 但怎么样呢 这个方法 which waste all you and gas 因为它会浪费石油 和天然气 这个all you 表示crued all you 原油了 浪费原油和天然气 这个是进最大努力 做谋事 indever to do 13颗会碰到 这个例句 其实咱们在前面 讲这个定义从具 其实相当一个原因 状行从具 咱们也说过 这个很简单 好 这个我们再看 第二课讲过的 不遗余力的做模式 不遗余力也不是 这个竭尽全力吗 就是没有一点努力 被省下来了 还记得那是 省下来不用 是哪个词吗 I should spare 这个搭配叫 spare no effort to do something 不遗余力的做模式 咱们再回顾那句话 中国将不遗余力的 尽尽最大努力 去实现 和平统一大业 China will spare no effort to realize peaceful reunification 中国将不遗余力的 去实现 realize和平统一的事业 后面的统一 国家的统一和统一事业 就用这个名词就好了 我们再读一遍 reunification reunification 这个是得加re 因为台湾原来就是中国的 离开之后又回来了 就是reunification 国家第一次统一 可以叫unification 但是又回归祖国的怀抱 叫reunification 不遗余力 不也是竭尽全力吗 spare no effort to do 注意不是efforts 是effort 看过以后再写别字几遍 这是竭尽全力 我们还有一些比较 特别通俗的口语化的一些表达 在听力考试用的特别多 叫give one soul 或者go all out 后面都可以加to do 这个在三册咱们提过一次 四册等于是复习了 我们把前三个字放在一块 注意连读 先读第一个 give one soul give one soul 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给出去了 能有多的本事都给出去了 当然如果是give mine的话 I have given my all 我已经竭尽全力了 还有第二 就go all out 所有的能力都出去了 所有的本事都用出去了 就go all out 连到一块 go all out all out l跟后面的out连到一块 我们大声那边 go all out go all out I have gone all out 我已经竭尽全力了 可以这么说 这个在听力考试呢 出的更多一些 咱们看当年一道 托福听力真题 咱们听听看 应该选哪一个 look at the delicious sandwiches johns really gone all out this time just wait until you see the dessert what does the man imply 咱们再听一遍 同时看看 应该选哪一个 好 开始 look at the delicious sandwiches johns really gone all out this time just wait until you see the dessert what does the man imply what does the man imply 这个男人暗示什么呢 咱们看应该选哪一个 好 正确答案是 C选项 the dessert also looks impressive 这个饭后的甜点呢 同样看上去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为什么选C 咱们看个原文 look at the delicious sandwiches johns really gone all out this time just wait until you see the dessert what does the man imply 好 这又是一个dialogue 一难一子的对话 第一个女的说 look at the delicious sandwiches 看看这些好吃的三明治吧 sandwich 三明治 delicious好吃的吗 johns really gone all out this time 约翰这次真是尽了全力了 以前做的没有这么好吃过 这个厨师发酷出最佳水平了 john肯定今天我们这个chef 我们的大厨了 johns跟johnhas 完成时吧 gone all out really gone all out gone all out 你看gone 后面有个n 跟the old变得了 gone all out gone all out gone all out 两到一块 johns really gone all out this time gone all out this time 这是连到一块了 后面这个男的说 just wait just wait until you see the dessert 你看 你看 这女的这么 你看那个 这个好吃的三明治吧 约翰今天做的太棒了 法国是最佳水平 这个男的听说之后呢 态度很冷静 说你说这个好吃啊 一会看看 那个饭后的甜食吧 什么意思呢 这男的暗示什么呢 甜食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你说这个好吃啊 你看看饭后甜食吧 那更漂亮 更好吃呢 是这么一个意思 我们把这片段再听一听 特别注意这个 gone all out this time 这个连读 好 我们再来仔细来听一遍 暗示的是甜食同样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但这个不要理解错啊 有人这么理解 那女的说 哎呀 你看这个三明治吧 好好吃哦 太好吃了 约翰做的真好 那男的呢 这么说 你说这个好吃啊 看饭后的甜食嘛 不能这么理解 这个 just wait until you do something 一定表示那个一样好 甚至更棒 这个意思 你看我们再做个练习 你看这个对话是什么意思 两个人看电影 对吧 第一个人呢 是带第二个人来 他以前看过一遍 那个第一次看就说 part one of the movie was amazing 这电影的第一部分 简直令人惊叹 太棒了 第二个人很冷静说 just wait until you see part two 你说这本好看呢 一会儿看看第二部分吧 什么意思呢 他不是表示第二部分不好 而是part two is even better 第二部分甚至更棒 这个理解我把它理解对 这个听力考试中见得多 好 这是我们顺便来总结一下 竭尽全力做模式 这两个大片比较口语化 用在这个日常对话更多一些 好 那么就是你不竭尽全力的话 你怎么能够去赢球呢 对吧 怎么能够去赢对方呢 不竭尽全力的话 比赛没意义了 对吧 两个人打拼问就说 哎呀我让你吧 我不好意思赢你 你打过来我成心不歼 就没意义了 后面那会是怎么样呢 这就会引发双方的敌对情绪 都想胜过对方 对吧 我们说喝酒能喝后了 这个打牌能打包了 喝酒总是希望对方多喝 打牌总是希望赢对方的钱 所以比赛呢 只会增进仇恨 他讲这个道理 你看第三句话就说了 这是非常长的一个 这个句子的进一步说明 为什么越是正式比赛 越会增加仇恨 咱们先看语法成本的分析 这个句子比较复杂 但是呢 其实是两个并列句拼在一块的 中间呢 有一个并列连次Bud 就画横线Bud 来连接两个并列句 第一句话里面 这个on the village green 这个其实是一个地点状语 在乡间的绿地之上 这个green在这当名词 就一片绿地 一片草地 尤其是一个农村啊 郊区啊 或者城里的一片绿地 你看我们在北京 这个奥尼匹克公园 在地铁里面就知道 the Olympic green 就是一片绿地 这么说 village green 就是乡间的一块绿地 草地 这个呢 后面 where you pick up size and no feeling of local patriotism is evolved 这明显是一个定义从句 非现代性定义从句 修饰前面这个village green 相见绿地 在这里怎么样呢 你们随意组成两支球队 这个pick up size 是固定短语 表示两群人 就是一群人了 随意组成两个球队 并不是正式比赛 踢球 可能一个队都凑不够十 都凑不够十一个人 那个队还差俩人 但踢着玩 随意组成球队 就pick up size 并且没有任何这种感觉 什么呢 就是地方的爱国主义 这个爱国主义呢 英国人懂得叫patriotism 美国都称patriotism 我们讲了 不可署名词 那地方的爱国主义 就地方主义呗 我们是北京人 都希望北京的国安队去取胜 天津人可能希望天津太达取胜 这就local patriotism 或者local patriotism 地方主义 没有任何地方主义的感情 被卷入进来 involve是使卷入 使牵扯进来吗 没有牵扯这种地方主义的情绪的话 好了 到这为止 这是把地点状语 后面挂了一个定义重句 然后呢 第一句话里面的主干结构在这呢 就是主句在这呢 他说 it is possible 这是可能的 前面这个it 当然是一个形式主义了 真正主义是后面这个to do吗 to play simply for the fun and exercise 这个时候比赛呢 就是仅仅为了犯乐趣 或者是为了锻炼身体 这还是可能的 就在农村呢 相间绿地 我们随意组成两个球队 踢着玩 也没有什么胜负之后 还有丢人呢 什么代表某个组织啊 代表某个集体 这个都没有 没有地方主义 情绪掺杂的话 这个为了乐趣和锻炼身体 去比赛是可能的 这是先做让步 但转折之后肯定是重点 我们说老外写文章都是先让步后转折 but转折了 but之后呢 这个先牵套了两个 as soon as 就一旦怎么怎么就怎么 两个时间状怡从举 但是一旦 as soon as 一旦马上就怎么样 一旦呢 这个有关声誉名誉的这个问题出现了 the question of什么什么 表示什么什么的问题 跟中文表达类似 这个prestige是个书面语 它表示声誉名声 好的名声 arise 一般表示问题呀 困难呢 等等等等 矛盾呢 出现了 产生了 不及无动词 一旦 有关声望问题产生了arise 一般跟一个不好的事 作者不希望这个事会出现 但一般是问题呀 矛盾呢 纠纷呢 争执啊 出现了arise 不及无动词 并且并列一个 并且还一旦怎么样 as soon 一旦 你觉得you feel 但是这是在时间状态从句 as soon 从句中 又迁套了一个宾语从句 这个not 从句 就是划横线的整个人的一大堆 明显做feel的宾语 一旦你觉得怎么样 你和某个更大的组织 这个unit 就是organization 某个组织 将会颜面扫地 disgrace 不是使丢人吗 所以某人丢脸 是不是用被动啊 will be this 将会丢人 然后后面呢 if you lose 这个邪体字 明显是迁套在 这个宾语从句 内部的一个条件 状态从句 对吧 如果你一旦失利的话 你和某个更大的组织 会丢人 掩面扫地 一旦这个事 在这种情况下 是怎么样呢 他的后面的主句 结果在这儿呢 那么最最 这个野蛮的 那种好斗的本能 就被激起来了 这个arouse在这儿 是表示激起某人的 某种情绪 competive 是争斗的 好斗的 savage 野蛮的 野人一般的 instinct是本能 这个时候就被激起来了 其实作者说 正式的比赛 一般都会激发仇恨 除非是朋友之间 踢球踢着玩 随意组队踢着玩 这个没关系 所以进一步验证了 国际体育比赛 代表某个国家 那更了不得了 那更是为了 这个国家的利益 把你踢死投降 是这么一个 解释为什么 正式比赛会增加仇恨 但作者说的很重肯 先说 小的比赛 没有地方情绪掺杂 这个踢着玩 有可能 但是正式比赛是不行的 说的很客观 这个写法 先让步后转折 这个写法 也值得咱们去学习 好 咱们看里面一些细节 on the village green 咱们说了 这是地点状语 表示在乡间的绿地 然后呢 pick up size 咱们说了 固定搭配 叫一群人随意 组成两个球队 比赛 这叫pick up size 注意size用复述 密切没有任何的 地方主义的情绪 被卷入 patriotism 爱国主义 加local 就是地方主义 地方主义 我们也都会说了 就local patriotism 或local patriotism 就好了 但是一旦 声望问题出现 这个question of 表示什么什么的问题 当然你要特指的话 前面可以加定个词的 the question of prestige 叫声望问题 prestige 注意后面这个 这一发 不是质 大声度一下 prestige prestige 同样这个t 再次后面要中读 要浊化 不要读prestige 我不是这样哦 prestige 这么一个声音 再来面 prestige prestige 就是声望问题 咱们在新看见 三册四十六颗 也见过 question of pride 叫面子问题 这个部分 就是骄傲问题 面子问题 咱们回顾 三册四十六颗里的原文 三册四十六颗 do it yourself 自己动手去做 it is a question of pride as much as anything else 这是灌乎面子的一个 非常大的问题 注意这个 as much as anything else 就像那very much 非常大的问题 if as as anything else 固定搭配 表示非常特别 it is as easy as anything else 表示 it's very easy 关乎面子的一个大问题 男人为什么要自己做呢 别人做的话 显着我笨 男人好面子 这关乎面子的问题 是这么来说 表示其他的什么什么问题 都行 中文中也说问题嘛 所以跟中文特别像 中国同学好记 也像 question of time 时间问题 she is so talented and diligent that her success is only a question of time 这个女孩子 是这么的有才华 并且这样的勤奋 以至于她的成功啊 只不过是一个 时间问题而已 a question of time 对吧 是这么来说 时间问题 跟中文表达 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这个特别好记 但是我们中国人 除了说 什么什么的问题之外 咱们经常说 这只不过是个 时间的事吗 这是个面子的事 什么什么的事 跟什么什么的问题 是一样的吧 有趣的是 英语中 这个表达 跟中文中又一样 什么什么的事 只用事 这个词就行了 matter of什么 跟刚才表达 几乎是一样的 你不是说 我们先看一下 四册里的课文部分 就是在33课 咱们四册的 195页的第20行 195页第20行 33课里面 education in the wilderness It's not a matter of monetary means 在原始社会的这个教育 wildness就是蛮荒的荒野了 那么并不是呢 一个钱的事 钱的问题 monetary 表示金钱的货币的 means呢 表示手段途径 或者是财力金钱 在这呢 为了避免歧义 加个manetary 那么这个means 当然表示钱了 就根本不是一个钱的事 a man of means 表示一个大块嘛 means在这表示钱 但它也表示方式手段 所以为了避免歧义 加个manetary 修饰它 就根本不是钱的事 原始社会 每一个人都有接受权利的 这个接受教育的 这么一个权利 那个时候呢 没有学费 也能上学 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再看看 几个什么什么的事 你看是不是跟 什么什么问题一样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这只不过是个时间的事吗 当然可以换成 question of time 一样 对吧 我们也可以说 it's a matter of personal taste 这是一个个人品味的事 或者个人品味问题 跟question表达一样 再看 it's a matter of preference 这是一个爱好问题 我喜欢白的 你喜欢红的 这讨论有什么意义呢 这是个爱好问题 preference 偏爱吗 我喜欢这个 你喜欢那个 it's a matter of interest 这是个兴趣问题 我喜欢历史 你喜欢哲学 it's a matter of interest 兴趣问题 再比如说 it'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这可不是小问题了 这是个生死攸关的事 或生死攸关的问题 跟question 含义是类似的 再比如说 i can take the money it's a matter of principle 而这个钱我何不能拿 这是什么 这是原则问题 对你给我钱 那我一旦接过来 受贿了 这可不行 你给我点购物券 带金券 这可以 这个不犯法 你给我现金 可不能拿 这原则问题了 a matter of principle 什么什么的事 什么事的问题 你看是不是一样 咱们见过之后 咱们表达也灵活了 也会说了 好 他说一旦怎么样呢 一旦这个question price arises 一旦这个面子问题出现了 咱们注意一下这个动词arise 这个arise呢 是个书面语 同时也是不及有动词 表示问题困难呢 纠纷呢 矛盾等等出现了 它的这个主语 一般是一个 我们不希望出现的事 问题呀 困难呢 纠纷呢 矛盾呢 疑点呢 等等出现了 它的词形的变化 跟这个rise表示升起来 完全一样 rise rose risen arise arose arisen 字形变化是一样的 看一些例子 而且它经常在后面 跟from搭配 就由什么什么而产生 由什么什么而出现 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the conflict arose from tensions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冲突产生出现了 你看冲突 矛盾 纠纷 我们不希望出现 一般固定是呢 用arose就好了 从什么什么而产生 出现了呢 我们借此可以叫from 这个冲突是源自于什么呢 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 紧张的关系 tension表示紧张的状态 紧张关系 different是不同的 ethnic 咱们以前见过 叫民族的 我在问那 在种族的怎么说 种族的叫racial racial racial 但这个词叫民族的 我们在大声读下 t是要吐舌头 在那边 ethnic ethnic 对吧 这是来自于不同的 民族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问题困难等等出现了 本文中呢 声望问题出现了 作者不希望出现这个问题啊 我们为了开心 t球多好呢 我们一旦这个问题出现就要起矛盾了 是这么的 再看后面说 as soon as you feel that you and some larger unit will be disgraced 一旦你觉得你和某个更大的unit unit在这儿是组织的意思 unit here means group or organization 某个群体 某个组织 就是你可能代表你的班级体 代表你的学校 代表一个城市 代表一个国家 那么但你代表的群体人数越多 你在比赛时压力就越大 代表一个班级 可能被班同学说两句话 社会上没人管嘛 代表一个城市 你要是万一输球的话全是骂你了 代表中国 像刘翔 你在奥运会上没比赛下来 那大家可能都在骂他 压力就更大了 就这个意思 那么你和某个更大的组织 will be disgraced 就是会颜面扫地 if you 旦你失利的话 怎么样呢 the most 这个最 savage表示野蛮的 这个combat 就是表着好斗的 它来自于这个格斗 combat c-o-m-b-a-t combat是格斗 combat是好斗的 因此本能被激荡起来了 大家注意arouse 不要跟刚才的arise搞混 arise不极无动词 问题困难出现了 但是arouse是极无动词 激起了某人的某种情绪 注意一定要勾手头啊 不要读arouse 不是r 舌尖勾回来发r 这个声音 大声了没 arouse 这老外呢 往往读中国那个r 他读不清楚 他倒过来说 你们中国人 我们美国人 美国人 中国人 其实他就是发r的声音就好了 但中国人呢 会犯相反的错误 把这个r读成r arouse 这还是口型的问题 我们再来一遍 给我说到arouse 激荡起情绪 arouse interest 激起兴趣 arouse hostility 激起了d hostility 来自hostile 这个有d的 arouse resentment 激起了怨恨 激起了反感 等等等等 都行 激起了兴趣 敌意 激起了怨恨 等等都可以 本文中是那些 最最野蛮的 好斗的本能呢 就会 这个 被 激荡起来了 好 这句话 我们看到这儿 好 我们接着往后来看 下句话作者 接着分析 他说 anyone who play even in a school football match knows this 而任何一个人 只要在学校的足球比赛里 参加过的话 都知道这点 知道什么呢 知道这个 一旦你代表某个班机体 或代表某个学校比赛时 好斗的本能 就被激荡起来了 就是上一句话 这个内容 这个anyone who 就是我们定义从具的先行词 一般咱们不用人称代词 就是咱们不用he 或者用she 或者用they 这样的人称代词 而用指示代词 就像anyone anybody those these this that 而不要用什么he I you they 这些人称代词 我们用指示代词 除非在一些古代的谚语里边 he 我们叫who 这是在古代的谚语 在当代 这个英语中 我们用指示代词 不用人称代词 这个anyone 用的是对的 任何一个人 甚至你参加过 学校的足球赛 都知道这点 一旦代表某个组织 最野蛮的 本能被激荡起来了 对吧 下面说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sport is frankly mimic warfare 到了国际体育比赛的 这个level level就级别了 到了这个级别呢 sport 这个体育运动 sport在这儿 当不可数名词来用了 李老师说过 他可以范指 所有体育比赛 不可数名词 也可以表示具体某一种 都行 那frankly就坦白的说了 或者说实话 简直 怎么怎么样 坦白的说 或者说实话 简直就是模拟战争了 跟双方 两国开战 几乎没有区别了 这个 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 这个 你代表的组织 越大 人数越多 你的压力越大 你恐怕更原始的 这种野蛮的 好多本能 就进一步 被激荡起来了 这个warfare 我们说了 是不可数名词 表示战争的种类 咱们再回顾一下 Germ Warfare 细菌战 Jungle Warfare 丛林战 Nuclear Warfare 核战争 Chemical Warfare 化学战争 Gorilla Warfare 叫做不是大行星战争 是游击战 咱们说过 甚至Psychological Warfare 叫心理战 当时那个 四面楚歌 就唱楚国的歌曲 让士兵动思想之情 这是心理战 注意这个warfare 不可数名词 它表示战争的种类 而不能表示 具体某一次战争 所以它一定是不可数的 这简直 坦白的说 就两国开战一样 跟打仗一样了 好 下面咱们接着看 最后一个 特别长的句子 比较复杂 这句话比较长 咱们先看看 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句话中 中心的骨架结构 其实就是这个not but 不是 而是 这是称起了 整个句子骨架结构 注意这个but 前面如果出现了 否定词 像not 像no 这样的词 就不能翻着但是 得翻着而是 不是前者 而是后者 好 它说重要的事情 the significant 这件重要的事情 不是什么呢 不是运动员的行为 behavior 行为不可数名词 不能用behavior 字 不可数名词 而是 这对翻译而是了 而是什么呢 观众们的态度 就是你观众们 给了运动员巨大的压力 如果观众要不是那么疯狂的话 运动员没有这么的压力 运动员 因为我们如果是朋友 在踢球的话 是没有压力的 观众的态度 并且还有什么呢 在观众背后 还有国家的 咱们这打个问号 国家的什么呀 那前面一定都有个名词嘛 那往前找呗 观众的态度 观众背后 还有国家的 国家的态度吧 一定省掉了这个 因为有语境 这个态度被省了 还有国家的态度 后面再加一个 护引导的定语从具 整个这一大堆黄颜色的 一直到剧末 是护引导的定语从具 来修饰这样一个国家 什么国家呢 这些国家 让他们自己 充满了仇恨 什么仇恨呢 在因为什么呢 over可以表示 因为这个事来 因为这些 荒诞不惊的体育比赛 而充满了仇恨 并且and 这还属于定语从具内部的 并且还严肃的去认为 非常正经巴巴的去认为 这个believe 跟前面这个work themselves interview这个work 是并列的 它的主意都是 关系代祖库 都只是一些国家 并且是国家 让自己充满了仇恨 work somebody into 表示使 某人产生某个情绪 fury 就是暴怒狂怒的意思 f-u-r-w-i 是单数 在这呢 去掉外边的IES 别人复苏了 并且还非常严肃的认为 那两个破特号之间 是插入语了 那么至少呢 在短期内是这样的 就至少在 比赛期间 或者在 这一两个月之内 是这样的 是什么呢 believe后面 这个那从这套剧目 明显是一个 宾语从剧 牵套在定义从剧 内部的宾语从剧 做believe的宾语 严肃地认为 跑步步 跳得高 踢得球 好像就是对国民素质的检验 似的 就是我们输一场球 这好像中国人输球 就中国人的 黄州人抬不起头来了 这个其实 作者的观点是 体育比赛就是为了玩嘛 为了锻炼 为了找乐色 不必这么当真 是这个意思 这整个句子 语法成功的分析 看到这 下面咱们看一些 剧中的细节 首先第一个 不是前者而之后者 not a but b 不是 a 而是 b 这是咱们 基本的搭配了 这个but不能凡成但是 在凡成而是 咱们再回顾一下 在第五课刚刚讲过 他还有个变种 叫not that but that 这是我们在第五课中 讲的那个 for one thing for another 讲过那些并列结构 是曾经说过 不是因为 而是因为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还记不记得 凯撒 这个尤利西斯凯撒里边 出现的句话 就Julie Caesar 在里边出现 not that I love Caesar less but that I love you more 这杀死凯撒的人 为自己的行为解释 我为什么杀死他呢 不是因为我爱凯撒 爱凯撒爱得更少 而是因为我爱罗马 爱得更多 对吧 他活着对罗马不利 所以我尽管我喜欢他 但为了罗马 要杀死他 这可以翻译的简洁一些 不是我不爱凯撒 而是我更爱罗马 这么翻译 还押韵 咱们在复习复习 当时说过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 不是我不爱你 而是我更爱自由 不是我爱你爱得少 而是我爱自由爱得更多 not that I love you less but that I love liberty more 对吧 爱上你之后呢 你不给我自由了 成天我也不能跟别人说话了 也不给我强化了 饿死了 对吧 那不行了 还有我爱无师 但我更爱真理 就是不是我爱老师爱得少 是我爱真理爱得更多 怎么说 not that I love my teacher less but that I love truth more 所以老师出错 我们也要给老师指出 因为我们更爱真理 这是还记不记得 我们一个更大的变化 it is not that but 这个后面的that 加也行不加也行了 我们看到刚才那个 not that but that 后面要跟平行结构 那因为是平行结构 所以后面的but that 那 that就不省略了 为什么跟对对联一样 对账吗 not对but that 还要对这个that 但是这个结构里面 往往用在长句 他不要求后面内容平行了 就不像对对联一样 一个字对一个字这种 他可以写一些 比较复杂的句子 那么这时候不要求对账的话 后面的联丝弹 就可以去掉了 对吧 这个but 依然反正而是因为 咱们回顾一下 在第五课 咱们就曾经说过 看现在能不能更轻松看懂 就三册五十七课出现的句子 第三册 第五十七课 It was not that I actually remembered anything at all But my father had described over and over again what we should see at every milestone after leaving the nearest town 这个我们说的 这but前面这个句号改成逗号就行 这倒不是因为呢 我真的能够记得每一件事 这个加个at all呢 跟前面not放在一块 这根本不是了 可以这么翻译 这根本不是因为 我真的能够记得每一件事 but翻译成 而是因为 不要翻译成但是 而是因为我的爸爸 曾经给我一再地描述过 我们在离开最近的城镇之后 在每一个里程碑的地方 能够看到什么东西 就是不是我记忆力好 而是爸爸描述得清楚 不是因为这个 而是因为这个 我们再回顾当年那个 考研的英语中 英语汉的那个句子 大家还记不记得 看能不能轻松翻译过来 It is not that the scales in one case and the balance in the other differ in principles of their construction or manner of working but the letter is a much finer apparatus and of course much more accurate in its measurement than the former It is not that but that 直接翻译成不是因为 而是因为 你要翻译成 这个我不认识 这个就没法做了 好多同学当年翻译成了 但是 真麻烦了 这不是但是 而是因为 这并不是因为 在第一个例子中 我们那个 那个棒秤 和在另外一个例子中 那个天平 这个scales 意思很多 但是下面有balance天平 那么上面scales 跟它并列 那就是棒秤 秤了 和另外一个例子天平 他们在他们的结构原理 和工作方式上 有什么不同 这个differ 叫不同不一样 它的形容词就different 但这个动词不要读differ 中心在前面都是differ 这个动词不规则 而是因为呢 the letter 就后者 后者就是天平了 后者是一个 精密的多的这么一个设备 apparatus apparatus 英国人都说apparatus 美国人都说apparatus 更是一个精密的多的设备 这样一个精密的多的仪器 天平嘛 能精确的刻了 而且of course 当然 在它的度量方面呢 比前者 要更加精确一些 在整个回顾下 这并不是因为 在第一种情况中 那些棒秤 和在另外一个情况中 那个天平 他们在结构原理 和工作方式上 有何不同 而是因为后者 就天平了 是一个精密的多的仪器 但并且当然 在度量方面呢 测量方面 比前者 那个棒秤呢 要精确的多了 就这么一个 好 这是我们在第五课 知识复习 我们再回到这个剧中 他说重要的事情 不是运动员的行为 而是观众们的态度 这个观众 咱们看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名词 大声来读一下 spectator spectator 叫观众 还有一个观众 就audience 这两观众 大家可能分不清 这个从用的场合 和单词 单付出变化 都不一样 首先这个spectator呢 是普通的可数名词 可以说a spectator to spectators 一个观众 两个观众 是可数的 当然英国人的发音 众音在中间 都能spectator spectator 后面没有卷舌音 但美音众 众音在第一音节 后面加卷舌音 都是spectator spect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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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发音都会听到 听力考试没准 这个都得也能听懂 但是audience呢 这个词是一个 集体性的名词 什么意思呢 它一个剧场里边 是一群audience 它是一群一群数的 它不能一个一个数 你说台下的观众们 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用audience 得用单数 the audience broke into enthusiastic applause 它用单数 用复数不行 但这部电影的观众 the movie's audiences 这都用复数了 因为一个电影院里 就是一群 很多电影院 就都复数 那么这位演员的早期观众 his early audiences 同样道理 得用复数 但一个剧场里边 一个礼堂里边 是一群audience 那非要用这个audience 表示其中的几位观众 怎么办呢 那这和off连接 two of the audience 观众中有两个人 或者two members of the audience 两个成员 这都可以 这是单复数 它本身不一样 另外呢 spectator 一般多是指看体育比赛的观众 而这个audience呢 一般是指看电影的 听音乐会的 看话剧的 或者在礼堂里面 听讲座的 这个观众 就audience 所以是不大一样的 怎么区分呢 特别好区分 这个看体育比赛的呢 一般人做的位置高 它运动员的位置低 我们从上往下看 这个感觉就spectator 这种观众 而我们看电影啊 看戏剧啊 听讲座 是不是 那个演员 或者演讲人的位置高 观众坐在下面 坐在下面往上看 这就audience 你看 它用的场合 和这个单复数片 都不一样 英语真实 确实是特别精确的语言 把这个区分开 另外还有呢 专门指电视机的观众 就viewer viewer 专门指看电视的观众 看电视观众 有时候也能用audience 因为audience也是 坐在沙发 往上面一点看嘛 电视机的位置 比沙发略高一点 是这样一个 但是viewer是专指电视观众 viewer这个词呢 是可数名词 一个两个是可以数的 而且一般在统计收视率的时候 我们有viewer更多一些 还有呢 一个是一分钱不用花的 看电视 你还得掏电费呢 有一个观众不花钱 叫onlooker 或者叫looker on 看热闹的人 这个人 这个地方创死人出车祸了 唯一群人看热闹 我们大声来对象 onlooker looker on 都行 它当然来自短语 look on 叫旁观看热闹 那么onlooker的复述 是onlookers 普通的一个两个课数 looker on的复述是 lookers on 而不能looker ons 它在中心词后面就用复述 one looker on two lookers on 在looker后面加词 就好了 这是观众 本文中这个spectator 用的是对的 体育比赛观众 而且是普通的课数名词 好 这句话中说 不是运动员的行为 而是观众的态度 他用的是 不是前者 而是后者 我们在回忆 在第五课出现一个 是前者 而不是后者 大家还记得吗 前面用一个强调句 it is 什么什么 that 或者who 如果是人的话呢 用that和who都行 如果不是人的话呢 一般用that who们在加not 是这个东西如何如何 而不是如何如何 这个结构还记得吗 我们回忆一下 在第五课中的句子 这出自二十九页的第二行 咱们四册二十九页第二行 it is older people who created not young themselves 是老年人制造出来的 而不是年轻人自己制造出来的 是这个而不是后者 这个句型 本文中带进去也行 对吧 我们说是观众的态度重要 而不是运动员的行为 你看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it is the attitude of the spectators that is significant 对吧 是观众的态度中 not the behavior of the players 而根本不是运动员的行为 对吧 可以这么说 但是这个重要呢 除了用that is significant 也可以变得更文气一些 比如说可以说 it is the attitude of spectators that is of significance be of significance 就相当于be significant 一样 be of加名词 相当于be动词加信用词 对吧 或者我们用动词也行 也是重要 it is the attitude of spectators that matters matter 做不纪容动词 本身就是重要 对吧 it doesn't matter 这个不重要 没事 对吧 或者用动词count count做纪容动词 可以表示数钱的意思 数数 但做不纪容动词 叫重要 叫重要 对 你看有一个谚语 就用的这个搭配 it is the thought that counts 什么意思呢 心意最重要 用在什么场合 送礼送的比较轻 但没关系哦 千里送额毛 礼清 情意重 您的意思到了就行了 不在乎花多少钱 你在过节时想着我来看 我滴点东西来了 哪怕就买了一个主机弹 但我也得好好感谢你 心意重要 这count在这边重要的意思 是观众的态度中 而不是运动员的行为 你看我们用这个 第五颗剧情 也能表达相似的含义 好 再看这句话的后半句 and behind spectators 并在观众背后 of the nations 我们刚才说了 应该是 the attitude of the nations 还有国家的态度 因为刚刚出现过 这个the态度 后面被省略了 什么国家呢 who work themselves into theories 让自己充满了仇恨的 这些国家 这出现书面语 work somebody into 使某人产生某种情绪 这个是个非常文奇的表达 使这个人产生 into后面这个情绪 he worked himself into a rage 他使自己充满了仇恨 怒火满腔 这个rage 跟本文中的fury 类似都是暴怒狂怒的意思 本文中fury是fury 复述是去掉y 变成yes 那同时是不是work 我们一定跟反人代词 使自己呢 这个不见得 使别人也行 只不过这句 跟课文中碰巧 反人代词了 咱们再看一个 使别人 he worked his audience into enthusiasm 他使他的观众们 充满了热情 这个演讲人呢 非常有激情 那么听的观众 也是热血澎湃 我们的audience 为什么用单数啊 他观众不可能就一个人啊 这是一个礼堂里 是一群audience 李老师说的 这个就用单数 他是一群一群数的 使某人产生某个情绪 那么让自己充满了仇恨 并且呢 还有什么样呢 unserious believe 就是因为这些 非常荒唐的比赛 让自己充满了仇恨 并且还非常严肃的相信 后面有个插入于 ad any rate for short period 至少在短期内 是这样相信 这里出现了一个 ad any rate 这个是状语 但是状语不好翻译 容易翻译错 为什么呢 它意思多 常见的意思呢 有两个 第一个意思 是无论如何 就无论发生任何事 ad any rate 无论如何 我们大声读一下 这是any要中读了 大声对吧 ad any rate 无论如何 咱们可以把它换成 in any case in any event 都行 无论如何 有时候一共习语 come what may 无论发生任何事 都一样 无论如何 我们分别把它搭配 大声读一遍 注意中读 at any rate in any case in any event come what may 意思一样 叫无论如何 你比如说 and at any rate we must go on Tuesday 无论如何 我们周二必须去 哪怕下刀子 也确定了 当然也能用 in any case in any event who come what may we must go on Tuesday 这几个答案 可以把它记录 但本文中 显然不是这个意思 它不能说 无论如何 在短期内 而是至少 在短期内 第二个意思 至少或至少说 这个时候相当于 at least 至少 就是用于什么呢 用于作者 前面表达的 可能太夸张了 他往回收一下 但是让自己怒火满腔 他可能说的夸张了 他至少 短期内是这样的吧 慢慢慢慢 过两月 可能慢慢淡化了 但比赛期间 比赛完了的一两天 在短期内 是这样的 是这个意思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they felt or at any rate then felt both relieved 他们觉得 或者至少 then这个人觉得 同时既松了一口气 同时又有些害怕 有些担心 这是杂如的情绪 relieved 就感到痛苦 又解脱了 哎呀 放了点心 但同时因为这个事 又有些害怕 作者说 他们觉得 可能觉得说夸张了 你怎么知道 每个人都是这样呢 所以作者后面往上 说一说 至少呢 这个then是这么觉得的 这个不夸张啊 所以我说 这些国家 因为是比赛 怒火满腔 说的夸张了 至少短期呢 是这样的吧 用在这个场合 相当at least 这个relieved 就放松了一口气 但同时呢 又有些害怕 就是这个杂如的情绪 至少这个人 是这样的 那本文中 看清楚是第二个意思 那么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认为 that 就是说前面那个 believe的宾语同句 咱们说了 running 跑步 jumping 跳 跳高跳远 kicking a ball 踢球 就是国民素质的 检验式的 这个virtue 注意在这不是道德 virtue是多一词 第一个意思 可以表示品德 道德 有这个意思 第二个就是好的素质 就我们常说的 good quality 好的素质 在这 national virtue 就国民素质 这次表示素质 good quality 可以当不可说明词 就很多人认为呢 我们踢球 跑步 跳高 我们能赢了你们 就好像说我国人 比你们更优越 我们的人种更优越似的 其实说白了 这就是纳粹主义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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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相的一种表现 尽管呢 一般人没有到希特勒的程度 但骨子里边 多少 如果有这个看法的话 有点纳粹主义 种族主义了 体育比赛 谁输身赢 常有的事吗 不要太看重 所以呢 本文中的作者 其实言下之意是 就是这么说 他说你希特勒就是这样 纳粹就是这样呢 他说for example 你比如说吧 Hitler saw the Olympics at the test of the Arian Irish of superiority 对吧 就刚才我三六年奥运会 就这样嘛 比方说吧 希特勒 就算呢 CASV 把奥运会看到是比 把奥运会看到是 亚利亚人种族优越性的 一个检测 他就看作是 国民素质检测了 对吧 如果你要是 还是这么看法的话 某种意义来说 你跟希特勒的看法 是一样的 但作者的观点是什么呢 作者变称 Sport is only for sport 这个李老师写的时候 用了一个双关 第一个Sport 翻译成体育运动 它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第二个for sport 大家还记得吗 在第三课med for man的讲过 Do something for sport 这个sport一定是不可数名词 它翻译成 amusement 或者fun 乐趣 Do something for sport 这为了乐趣而做模式 作者变称 体育比赛 仅仅是为了乐趣 为了好玩 这么一个 对吧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prestige or national virtue 它跟水生育生望 和国民素质 没有任何联系 And it won't create goodwill between nations 并且它也不会在国家之间 建立友好的关系